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最新报178.64点,按周跌0.89%,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领先指数CCLMAX报182.23点,按周跌0.89%,CCL,中小型单位,报179.84点,按周跌0.82%,CCL, CCLMAX及CCL,中小型单位,同样年升四周后轻微回远,CCL,大型单位,报172.30点,按周跌1.30%,年升两周后回远,四区楼价方面,九龙CCL下华市MAX报179.80点,创37周新高,按周升0.49%, 港岛CCL下华市MAX报185.13点,按周跌3.45%,跌幅为52周最大,年升四周后回远,受社会事件影响,港岛楼价格为波动, 新界东CCL下华市MAX报193.89点,按周跌0.15%,跌幅为7周最小,年升三周后正常回远,新界西CCL下华市MAX报163.61点,按周跌0.42%,跌幅为10周最小,新界两区跌幅明显较微, 五一长假后,楼价转世回升四周计,CCL雷星1.54%,CCLmax雷星1.95%,CCL中小型单位,雷星1.80%,CCL大型单位,雷星0.09%, 港岛雷星1.73%,九龙雷星3.00%,新界东雷星3.95%,新界西雷跌0.72%,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,CCL四大整体指数连续两周齐升后, 本周齐跌,并指本地社会事件有卷土重来的迹象,短暂影响楼市气氛,预期楼价走势反复向上。 黄良星逐指,6月11日美国联储局预期维持零利率及宽松政策至2022年底, 对香港楼价的影响将会在2020年7月上旬公布的CCL才开始反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